第747章回礼 22 谭锦儿或喜儿在公园吃了午餐 看时间不早了 收拾东西回家 谭锦儿下午还要上班呢 经过小红马学员时 喜儿眼尖 看到小白在院子里踢足球 风风火火的 像是哪吒在踢风火轮 追上去就是抡起一脚 管他三七二十一 老李原本在院子里晒太阳喝茶 害怕被误伤 连忙收拾家伙回去了 小白 喜儿欢快地招手 让姐姐停车 他要去找小白玩 小白一脚把足球踢走 跑到门前 喊喜儿下车车来玩 不行啊 你要和姐姐去上班呢 谭锦儿说 喜儿嘟住嘴 这时候张探出来了 文言就说把喜儿托管在这里 让他和小白一起玩 他来照顾就是了 谭锦儿这才答应 谢过张探后 骑着车先回家 等骑行了一段路才想起来 刚才忘了把领带交给张探 其实立即掉头回去就行 但是谭锦儿给自己找借口 等会儿回来的时候 再给就是了 他心里有点发虚 不好意思 怕张探误会 毕竟没事送领带干嘛呀 所以一定要把原因讲清楚 不能产生了误会 他回到家 换了衣服 给喜儿和小白 准备了一些小点心 装在小盒子里 等会儿带去小红马 临出门时 他想了想 给自己重新梳理了头发 洗了脸 小红马学员里 小白或喜儿在踢足球 你追我赶 喜儿的嗨哑一声 老远就传来了 你来追我呀 小白 你来追我呀小白 我追你住啥子嘛 保里保气 我们追皮球塞 谭锦儿骑行到小红马门口 朝铁门内的喜儿喊道 喜儿 喜儿快过来 姐姐这里 喜儿停下 望过来 让小白先不要追她了 她去姐姐那里 去去就回 玄机洛迪洛迪把自己想象成一匹小马跑掉了 小白看了铁门外一眼 继续踢球 喜儿这个瓜娃子憨憨的 一直以为她是在追她 实际上她只是在追皮球而已 这个拿着 下午饿了就吃一点 和小白分享哦 是你们两个人的 谭锦儿把石盒挂在喜儿脖子上 叮嘱她要和小白分享 喜儿点点头 翠生说 分享 张老板呢 谭锦儿往学员里面张望了两下 没有细鳩 没看到那就说明不在 她拉屎去了吧 喜儿说 谭锦儿 要喜儿去喊她吗 说完 热情的喜儿小朋友 就要落迪洛迪去喊拉屎的张老板 谭锦儿赶紧把她喊住 说不用了 然后把装油领带的礼盒交给喜儿 让她等会看到张老板 就给张老板 喜儿揭在手里 翠生印下 好的 给张老板 说姐姐送她的 谭锦儿教她说话 不是说姐姐送她的 你要说 上次我就坏了你的领带 所以我买了一条新的给你 希望你会喜欢 记住了吗 喜儿 记住了 那你说一遍张老板 上次我姐姐就坏了你的领带 所以我买了一条新的给你 希望你会喜欢 记住了吗 谭锦儿无语 就这 喜儿想了想 冰果 想到了 还有嗨嗨嗨啊 谭锦儿无脸 没好气地说 揪坏领带的是你 不是我 买领带的是我 不是你 坏事是你干的 好事是我干的 不要弄反了 原来我真是个小坏蛋鸭 音音音 别音音了 快重复一遍姐姐的话 揪坏领带的是你 不是我 买领带的是我 不是你 坏事是你干的 好事是我干的 不要弄反了 嗨嗨啊 谭锦儿无语 别逗姐姐了 认真点 好不好 姐姐要赶时间去上班呢 好的 姐姐辛苦了 不辛苦 你好好记住姐姐的话就行 看 姐姐 张老板来了 喜儿指住教室前台阶上的张探说 谭锦儿看去 只见张探正在和另一个头戴安全帽的男人说话 并没有注意到这边 记住姐姐说的话 姐姐先去上班了 拜拜 谭锦儿骑上小电驴 搜的一下走了 留下拿着领带的喜儿 嘀嘀咕咕 想了想 刚才和姐姐说的话太多了 她忘了要说哪一句 喜儿 快把球球踢回来 小白在远处喊道 足球蹦蹦跳跳朝喜儿过来了 喜儿还是一大笑 追上去就是一脚 并且没有停步 跑向了张探 站在她脚边看她和人说话 张探低头看向她 问 喜儿你有事吗 她正在和施工负责人沟通屋内的装修材料 给你 这什么 我姐姐给你的 她说希望你喜欢递给了张探 转身就跑 和小白踢球去 兴奋的依依压呀 张探拿着礼品盒 没拆开 暂且不知道里面是什么 先继续和负责人谈事情 谈完了之后 才打开礼品盒子 只见里面放着一条中蓝色的男士领带 锦儿送给我的 张探有些惊讶 不明白干嘛送它 回头问问她 这领带看起来不错 价钱应该不会便宜 对张探来说这个档次的领带不算什么 但对谭家小姐妹来说 有些奢侈是贵重物品 所以张探打算回头问问锦儿 为什么送她这么贵重的领带 但是转头事情太多 忙忘了 等想起来时 已经过去了一个礼拜 再问谭锦儿就不好了 时间过了这么久 人家肯定以为她收下了 更不可能退还 礼尚往来 她就想回个礼 给谭锦儿挑了一条冬天的围巾 对张探来说 这个价位合适 但是对普通打工人而言 这个价位就有些高了 尤其是对谭锦儿来说 她衣着朴素 让她积一条五千的围巾 她不一定愿意 而且更关键的是 她不大可能会收 于是张探又另外挑了一条 是相同的牌子 但是价位是最低档的 只花了一千 当谭锦儿收到张探送的围巾时 人都有点傻了 第748章乐趣 十二 锦儿 锦儿 啊 怎么了 你怎么站着都能发呆 想什么呢 没有啊 我可能是困了 喜儿晚上不肯睡觉 M 恩娜 我这个干姐姐来教育教育她酒店里 小颜和谭锦儿聊了会儿天 谭锦儿今天自从来上班后 就一直精神不大正常 有点恍惚 眼睛时而发直 站着都能发呆 不过 经过小颜的提醒 谭锦儿意识到自己魔症了 用力地拍了拍脸 让自己清醒些 拍得啪啪想 这是在干嘛 谭锦儿的直属上司 与部长李慧玲刚好看到一幕 要不要我帮你 李慧玲总是这样一副毒蛇 但是和她相处久了 谭锦儿知道她只是刀子嘴豆腐心而已 人是好人 就是太强势 喜欢损人 有蚊子呢 谭锦儿尴尬地找借口 李慧玲狐一地盯住她看了一会儿 看得谭锦儿差点就交代了 好在这时候 李慧玲说 去贵宾接待吧 用心点 那是周明对接的客人 别让他找到你问题 谭锦儿一听 立即打起精神去了 晚上十点 谭锦儿下班 和小颜在换衣间换衣服时 柜子里的礼盒被小颜发现 这是什么 锦儿 你收到礼物了 谭锦儿吓一跳 连忙把礼盒塞柜子里头 关上门 不让小颜多看一眼 是什么吗 给我看看小颜好奇万分 谭锦儿的柜子里 一向简洁又简单 没有多余的东西 就连化妆品都很少 难得看到一件精美的礼盒 没什么 就是一个小盒子 里面没东西的谭锦儿 欲盖弥彰 小颜笑道 不会是男朋友送的礼物吧 谭锦儿心中连忙镇定下来 哼了一声 假装毫不在意地说 天天工作到这么晚 哪里有时间找男朋友吗 下班已经很累了 回去嬉戏躺床上 什么都不用想 很快就会昏睡过去 小颜闻言 感同身受 叹气道 确实哦 上晚班好伤皮肤的 我脸上都长痘子了 今天还被蚊子咬了一口呢 真可恶 酒店里竟然都会有蚊子 飞进来 谭锦儿小小的吃了一惊 蚊子咬 料你 对呀 你看 我左边脸上 起红斑了 小颜左边脸上 还真有一个小小的红斑点 谭锦儿心想 原来酒店里真有蚊子呀 小颜一边围上围巾 一边说 蚊子咬了我们好几个人 就你去接待的时候 真可恶 部长让我们用了喷雾 谭锦儿呵呵笑 不知道怎么搭话 蚊子不会 是被他召唤来的吧 走了 下班回家 小颜喊上谭锦儿一起离开 出了酒店 旁若进入了另外一个寒冬的世界 尽管有穿上大衣和围巾 但两人还是情不自禁地 打了一个哆嗦 好冷啊 锦儿 这条街上这么多酒吧 我们都没去过呢 要不今晚我们去看看 喝一杯暖暖身子 小颜提一道 他们上班的酒店 就在西长安街上 这条街上好多酒吧 一到晚上热闹不已 哪怕是现在这样的寒冬腊月 深夜寒气逼人 这条街上依然行人不少 每一家酒吧门口 都有那么几个人 呼朋唤友 有的大孝刚来 有的大孝主离开 脚步踉跄 说话大舌头 谭锦儿自从来到酒店上班 天天上下班经过这里 但是从没进去过任何一家酒吧 不去了 喜儿还在小红马等我去接呢 哎 你真没去 锦儿 你天天就是上班下班 待喜儿 日子过得不乏味吗 不乏味呀 没有乐趣呀 有乐趣呀 什么乐趣 上班的乐趣吗 上班也有乐趣 回家也有乐趣 走在路上也会有乐趣 待喜儿更有乐趣 小言看灭绝动物似的看住她 走在路上能有什么乐趣 就现在 这么冷 没有人来接我们 可怜巴巴的 你看那边人家 都有男朋友接送他 锦儿刚要说点什么 一辆白色的轿车开到了跟前 是小言叫的顺风车到了 天太冷了 我太累了 今晚不想坐地铁 到了站还要走好长一段路呢 我先走了 锦儿 拜拜 拜拜 谭锦儿目送小 言 离开后 把目光投向长街上的酒吧那边 自言自语道 那家新开的酒吧名字 有个错别字呢 都好几天了 他们还没发现 这不有趣吗 一阵 寒风吹过 扬起他的发烧 露出如露水一般洁白的脸颊 他冷得倒吸了一口气 小跑住去找自己的小店驴 没一会儿 一辆粉色的小店驴 哆哆嗦嗦地 从酒店的偏僻角落里驶了出来 经过灯红酒绿的酒吧 不到十分钟就到了小红马 李叔 哎 锦儿来了 快进来喝杯热茶 外面这么冷 谭锦儿怕把寒气带进小港亭里 所以就站在窗口 借了热情的牢里一杯热茶 喝在胃里暖和了不少 他来到教室时 喜儿正搬来小凳子 跟在小白身边看绘本 喜儿也开始认字了 小白自告奋勇地担起了这份重任 选择的第一本教材 就是他的最爱 饥饿的缩老二 缩老二吃了一颗苹果 他的肚肚就变成了苹果的形状 缩老二吃了一根香蕉 他的肚肚就变成了香蕉的形状 一只鸡锅锅看到他 吓得跑了 喜儿 回家了 谭锦儿给喜儿穿上外套 戴上棉帽和小熊猫手套 全副武装后 才带他出门 小白拜拜 饥饿的缩老二 真好玩 喜儿和小白再见 谭锦儿也特别感谢了小白 教喜儿看绘本 这是我的强项嘛 说啥子谢谢脸 古得拜 还害啊 古得拜 古得摩尼 出了门 喜儿一机灵 感叹好冷压 太阳公共去哪里嘛 为什么不让小朋友晒晒太阳 我们快走吧 喜儿鼓起勇气 冲向大门 一路啊啊大叫 牢里打开门往外探望 还以为喜儿再挨揍呢 搜得一下 喜儿从他眼前冲了过去 跑远了才传来一声 李白白再见 回到家里 喜儿说肚子疼 躺在沙发上哼哼唧唧 谭锦儿一看 这小家伙肚子鼓鼓的 看样子吃了不少好东西 你吃了什么 怎么小肚子这么大 吃饱了不能乱跑 跑了肚子会疼的喜儿 哼哼唧唧 说是刘刘给他吃的 一个大鸡腿 一号喜儿生日 有两个活动 点逼跟称号活动 亮大广宝 第749章相互道歉 22 听说是刘刘给的大鸡腿 谭锦儿惊讶 刘刘的大鸡腿 还能给别的小朋友吃 刘刘自己够了 喜儿闻言 海啊黑啊笑 暗戳戳的 谭锦儿追问 喜儿你不会偷吃的吧 刘刘会哭的喜儿否认 说他没有偷吃 旋即又哼唧哼唧 说小嘟嘟疼 谭锦儿帮他脱掉外套 露出里面的红色毛衣 让他躺平 把手搓热了后 放在喜儿小嘟嘟上 轻轻摩缩 喜儿舒服地叹气 说这是妈妈的手手 谭锦儿争了争 没有作声 继续轻轻帮他按摩 过了会儿 喜儿一个翻身 自己爬起来 说好了 他要去拉个巴巴了 自己穿上小拖鞋 进了卫生间 谭锦儿没有急着 去给喜儿准备 洗脸洗脚的热水 而是坐在沙发上 先休息会儿 拿出手机看了看 忽然想到什么 抬头看了看 卫生间的方向 门关注 喜儿还在里面 于是有点做贼心虚地 用手机搜索 男生送女生围巾 是什么意思 跳出来的答案千篇一律 都是说什么 送围巾就是送温暖 就是送火热的心 就是要一辈子缠住你 谭锦儿看了没一会儿就关了 这都什么 完全是瞎说 张老板怎么可能 是这个意思呢 他知道自己 他只是只丑小鸭而已 而且 张老板有女朋友 是大明星苏兰 万众瞩目 光彩夺目 就连她都觉得好看 她看了都很喜欢 胡思乱想间 电话响起 来电显示是猪小镜 卫生间里哗啦啦 响起冲水的声音 喜儿和她的巴巴拜拜 开门出来 谭锦儿坐在沙发上 直愣愣地盯住她 喜儿你过来 喜儿不宜有她 一边过去一边说 好冷呀 姐姐我洗了手手呢 我勇敢呀 你看 亮出自己的小抓抓 给谭锦儿看 旋即被捉住 手心被打了 你个小坏蛋 你偷吃了流流的鸡腿 流流在家哭得 都晕过去了 喜儿惊讶的张大嘴巴 这下你承认了吧 谭锦儿又往她 手心打了几下 打得喜儿 别住嘴 委屈巴巴的 但没哭 谭锦儿狠心地 打了几下 教育她不能偷吃 别的小朋友的东西 说了一大堆 喜儿见她气消了 便点点头 可怜巴巴地说 知道了 她再也不会了 唉 谭锦儿见她可怜兮兮的样子 欲心不忍 没法真的很心 起身去准备热水 让喜儿自己反思反思 等她准备热水出来时 在沙发便没看到喜儿 第一时间看向大门 大门紧闭着 再一看 只见喜儿站在角落里 低着头 被对住她 你在干嘛 谭锦儿问道 喜儿头也不回地说 喜儿在罚站 那你想明白了吗 想明白了 那你把你想明白地 给我说说 喜儿保持低头面壁的姿势说 喜儿是饥饿的搜老二 好饿 你不是吃了晚饭吗 没有吃饱呢 谭锦儿忽然想到 今晚喜儿是带餐到小红马吃的 因为她今晚接待忙到太晚 没有时间给喜儿做饭 就在酒店的食堂买了晚饭 送到小红马 至于喜儿有没有吃 她没有亲眼看到 你吃了晚饭吗 吃了 真的吃了吗 吃了一点点 谭锦儿走过去 蹲在喜儿身边 把她搬过来 让她面向自己 追问 你的饭饭又分享给别的小朋友了吗 喜儿低住头 别住嘴点点头 谭锦儿瞬间的心痛的难以呼吸 摸了摸她的小脸 把她抱在怀里 对不起呀妹妹 没 没关系的一双小手 反手抱住了谭锦儿 第二天傍晚 谭锦儿特地排开了工作上的事情 准备下班去幼儿园接走喜儿 回到家里吃了晚饭 送喜儿到小红马 把准备好的食盒挂在她脖子上 叮嘱道 等会儿溜溜来了 你就给她 要说对不起 要请她原谅你 知道吗 喜儿脆声道 知道了两人先后进了小红马 夕阳还没有完全落下 晚风开始轻轻吹起 卷落小树林里的黄叶 卷起地上的落叶 发出轻轻的刷刷的声响 空气中残留着浓郁的树木清香 和淡淡的秋天果实的芳香 小树林里 去年夏天那群热闹的多才多艺的小虫子们 都销声匿迹了 寒冬一到 各奔东西 各安天命 每到年底的时候 小红马里托管的小孩子就要走一批 这种静流出的趋势现在已经开始了 走了十几个小朋友了 院子里留下一片残兆 老李就坐在这片残阳中喝茶 张叹劝他回房不好吗 这模样看起来惨兮兮的 怪甚得慌 但是老李就不 他觉得很有意境 很豪迈 他看到谭家小姐妹 笑着打招呼 刘刘和他妈妈到了 在教室里 说是等你谭锦儿争了争 牵着脖子上挂了石盒的血儿去教室 果然看到刘刘和朱小敬 谭锦儿刚要道歉 朱小敬先一步说对不起 把他给说愣了 原来昨晚刘刘装死 假装伤心地哭晕了 为的就是在骗朱小敬做鸡腿给他吃 但是那时候 朱小敬已经给谭锦儿打了电话 虽然没有说一个埋怨的字 但是这个电话本身就有埋怨的意思 他意识到不对后 今天特地早早就来了 为的就是等待谭家小姐妹 给他们道歉 刘刘你过来 朱小敬招呼刘刘 刘刘正坐在角落里 让自己没有存在感 以便可以尽情地狠狠地抽了抽鼻子 吸香气 太香了 实在是太香了 刘刘脖子上挂着一个石盒 他正在疯狂吸石盒里飘出来的香味 他一走出来 就看到锡儿 目光落在锡儿脖子上挂住的石盒 锡儿同样 也看到了刘刘脖子上挂住的石盒 对不起压刘刘 锡儿说 呵呵呵呵 刘刘傻笑 他觉得自己昨晚哭得那么惨 也没意思了 太丢脸了 他可是比锡儿年纪大的姐姐呀 给你吃刘刘 把脖子上挂住的石盒取下来 送给锡儿 里面是两只鸡腿 他妈妈特地给锡儿做的 嗨嗨啊 我的也给你吃 锡儿也把脖子上的石盒取下来 递给刘刘 里面也是两个大鸡腿 是他和姐姐一起到商场挑的呢 最大的两个 两个人抱一抱吧 朱小静笑着说 两个小朋友嘻嘻哈哈地抱在一起 这时候嘟嘟来了 目光落在他俩放地上的石盒上 吸了吸鼻子 他已经闻到了香味 用小白的话说就是碰香 第750章欧火 十二 这是什么 嘟嘟闻着香味来了 他的注意力全在地上的两个石盒上 搭搭搭跑上前问 喜儿 喜儿说里面装了鸡腿 嘟嘟呕了一声 不动声色地站在一旁 看他和刘刘抱抱 又问 你们在干嘛呀 刘刘说他们在抱抱 还哈哈大笑地把喜儿抱了起来 小脚离地 我帮你们拿拔嘟嘟见状 抓住机会捡起了地上的两个石盒 啦啦啦 跑了 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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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小家伙像只兔子 搜的一下从喜儿和刘刘身边跑过 双手各提了一只石盒 石盒里各装了两只鸡腿 就这么明目张胆地 从谭景儿和朱小敬身前跑过 只留下一串欢快至极的啦啦啦 谭景儿和朱小敬面面相去 才发现自家宝宝在这里的生存环境竟然如此恶劣 当着他们的面就敢糊口多食 刘刘大吉 丢下喜儿 转身就去追 好家伙 好家伙 你个胖嘟嘟 好家伙 你玩不起 压胖嘟嘟 刘刘一边追一边大喊 但是不管他怎么呼喊 跑在前头的嘟嘟都不回答 只有无穷无尽地啦啦啦飘过来 聊得他火冒三丈 想把石盒连带嘟嘟一口吃了 嘟嘟提着石盒跑到了院子里 满园子飞奔 牢里在一片残阳下喝茶 感觉快要入土似的 剑撞连忙按住小茶几和小茶壶 担心被嘟嘟撞翻 他有预感 赵小姐会霍水冬影 果然 嘟嘟被溜溜追得上天入地无门 就往他这里跑来了 围着他转圈 别转了别转了 我头都晕了 牢里恳求道 他不仅头晕 而且十分担心自己的茶具 被撞翻在地 碎成一片 茶具变成悲剧 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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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采蘑菇的小姑娘 嘟嘟还在啦啦场 好家伙 好家伙 你个好家伙 胖嘟嘟你死了 我要吃了你 你敢抢我小石榴的鸡腿 我不胡放过你的 溜溜惊天小宇宙 爆发 这么激烈的奔跑 竟然还能坚持下去 简直是超常发挥 拼了小命 但是 他都已经拼上小命了 嘟嘟还是没有被抓住 不得不承认 在跑步这方面 嘟嘟这个小胖子 很有天赋 哦 还有搬家 喜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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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快来呀 我们一起抓嘟嘟 你个小傻瓜 流流呼喊 站在台阶上 看戏的喜儿 真是气不打一出来 都被抢了鸡腿了 竟然还站着不动 只看只笑不行动 是不是傻 是不是傻 流流心想 要是小白在就好了 想到小白 这时候 小红马来了 新的小朋友 流流以为 真是小白来了 惊喜地看过去 却发现是澄澄 澄澄见到这一幕 愣了愣 站在原地呆呆地 看住他们 全身上下都不动 就眼珠子跟住他们转 看他们跑了两圈 大致知道了怎么回事 觉得没意思 打个哈欠 镜子离开 经过喜儿时 小声说 喜儿快来 我给你讲故事 听喜儿海啊撇笑 真的要跟 去听故事 鸡腿被抢了 打算不要了 流流气炸了 暂且先放过嘟嘟 跑去把喜儿拉过来 好说歹说 才劝动喜儿 一起去追嘟嘟 而这时候 嘟嘟已经在打开石盒 准备动手了 流流健壮 一蹦三尺高 这是在太岁奶奶 头上动土 她拼了命 化成一道龙卷风 呼啸着冲了过去 那拼命的架势 像是要和嘟嘟同归于尽 嘟嘟这回 竟然没有跑脱 被小宇宙二度爆发的 流流抓住了 压土匪式地压了回来 气喘吁吁 但是得意非凡 炫耀武力 说胖嘟嘟就是一只小猪 哪里是坚强的 小石流的对手呢 看 她现在要打嘟嘟呢 强小姐姐的鸡腿骂 流流质问嘟嘟 嘟嘟 流流不吃这一套 小白说 你要说人话 说人话 你会说嘟嘟 嘟嘟想要蒙混过关 玄机被流流掐了脸蛋 连忙口吐人言 对不起鸭 对不起鸭 胖流流 我只是逗你玩的呢 呵呵呵 你的鸡腿真香鸭 香吧 香香香 你一次能吃几只鸭 两人突然不打了 聊了起来 交流鸡腿的口感 喜儿本来打算去劝架的 转眼发现自己想多了 胖流流和胖嘟嘟已经和好了 谭锦儿和朱小静 叮嘱他们不要打架 要分享 便都走了 流流和喜儿 提着石河回到教室 嘟嘟小尾巴似的跟住 这会儿敢都赶不走她 流流找到角落里 看绘本的成成 主动问她 要不要吃鸡腿 成成点点头 流流打开石河 拿出一只大鸡腿 让成成咬一口 跟过来的嘟嘟都看傻了 她拼了小命 都没抢到一口 成成坐在这里 一动不动 就有鸡腿送到嘴边 只需要张开小嘴吃就行 音音音 嘟嘟发出 小狗子式的乌页声 嘟嘟你想吃吗 流流问 嘟嘟连忙点头 她都想疯了 口水疯狂分泌 你看住我吃吧 可香了 流流无情地道 嘟嘟 那几个小朋友 因为鸡腿捡不断 里还乱食 谭锦儿离开时 刚好遇到回来的张探 张探带着小白回到家 刚进院子 就看到她和朱小静离开 朱小静步行 往西长安街走去 谭锦儿则准备戴上头盔 骑上心爱的小摩托离开 锦儿今天好早 要去上班了吗 张探率先打招呼 啊 恩恩 去上班呢 喜儿在学院里了 谭锦儿低住头说 骑上了小电驴 现在天气好冷 骑电动车要注意防寒 路上也要小心 可能要结冰了 恩恩 好冷 要结冰了 她戴了好几下 头盔都没能戴进去 头盔上的袋子 紧紧勒住她的脸 套不进去 急得她使蛮力 但是更进不去了 当住张探的面 急得脸都红了 尤其听到小白在笑 脸发烫 别动 别乱动 小心恶伤张探说 弯腰帮她解开 卡在脸上的袋子的卡扣 轻轻搭的一下 卡扣就开了 解放了谭锦儿 憋红的瓜子脸 卡扣解开了 谭锦儿脸色 却更加焦红 匆匆说了声谢谢 骑上小电驴 赶紧开溜 但小电驴没有把稳 哐当一声撞在铁门上 他人从小车子上摔下来 一屁股坐在地上 小心 张探喊道 哦吼 锦儿小姐姐表演了 她的强项 小白说道 张探掐了掐她的脸蛋 让她不要说话 并且把她从身后拉了出来 这小家伙 一看谭锦儿的小摩托乱撞 第一时间化成一道烟 躲到她身后了 跑得比见到大灰狼的兔子还快 第751章项目衍生 22 寒风凛冽 但是谭锦儿却觉得全身发热 脸上发烫 骑在小电驴上寒风拂面 跟春风似的 一点也不觉得冷 她脑海里不断回想 刚才在张探面前发生的翻车事件 丢死人了 她觉得自己身无可恋 为什么会发生这么多意外呢 恍恍惚惚中 她发现自己骑着小电驴 来到了那家新开的酒吧门口 抬头看向他们的招牌 那个错别字还在 店老板可能是个憨憨吧 都这么多天了 还没发现 她这会儿胆特别肥 大喊一声 你们招牌写错字了 然后骑着小电驴 匆匆跑了 她刚到酒店 手机就响了 一看吓一跳 张探 她犹豫住要不要接 电话一直在响 超长 她鼓足勇气 接通了电话 却听电话那头 传来喜儿的声音 电话原来是喜儿打来的 喜儿询问她 有没有摔疼压 嘘寒问暖 叮嘱她要注意安全哦 要慢慢骑小摩托哦 喜儿是听小白讲的 才知道自己姐姐在门口翻车了 顿时焦急不已 借了张老板的电话 给姐姐送去关心 喜儿啰里啰嗦 婆婆妈妈 打了好一会儿电话 要不是谭景儿说要工作了 她还准备聊 从摔跤到受伤 从受伤到屁屁 从屁屁到流流 给看病 酷训的董事长酷成 请张探吃饭 除了他俩 没有第三人 是个私人饭局 两人交情不算多深 也就是从长安十二时辰才认识的 之后交流过几次 也一起吃过几次饭 最近一次是国具盛典上 两人见面闲聊了几句 但是酷成就说 最近找机会聊一聊 当时没说聊什么 张探以为只是客套话 毕竟现在有合作在身 国具盛典已经过去一个多礼拜了 酷成才说起这事 约了张探出来吃饭喝茶 张探当初应下的 这会儿不好推脱 他同时也好奇 不知道酷成找他什么事 本来国具盛典一结束 就应该请你吃饭的 但是工作实在太忙了 出了一趟差 去了国外 昨天刚回来的酷成说道 他亲自给张探倒茶 像是因为这顿饭 拖了太久而道歉的 张探笑道 您太客气了 这顿饭应该是我请的才对 酷训的业务 是要拓展到海外吗 酷成摇摇头道 国内竞争压力这么大 先要立文脚跟 再说 贪多脚不烂 这次到海外 其实是为了上市的事情 张探连声恭喜 问 是确定 到海外上市 酷成笑道 恭喜还太早了 现在只是有这个计划 优先海外 其次是国内A股 消息还是密而不宣的 知道的人 一只手可以哄得过来 张探笑道 谢谢酷总的信任 酷成 办 开玩笑道 都是自己人 有没有兴趣到酷训来发展 给你原始股 公司职位任你挑张探心理嘀咕 什么鬼 嘴上见人说人话 见鬼说鬼话 他也是会来世的人 酷成不是正式的题 他就不接这话题 吃了饭 两人便分道扬镳了 张探开车去浦江电影制片场时 一路上都在琢磨 酷成今天这顿饭局的意图 暂时想不到他的真实意图 可能跟上士有关系 但是直到分开 酷成都没有再提 彭扶真的只是吃顿饭而已 张探有此猜测 今天对方可能只是试探 加深一下联系而已 之后肯定会有下文的 他只需要耐心等待即可 不用做任何主动之举 来到浦江电影制片场 张探先去看望了吴适影 给他和剧组的工作人员 都准备了奶茶和咖啡 这些小东西不值几个钱 但是大冷天的 喝一杯心里暖暖的 正好多休息一下 聊聊天 张探了解了悬崖上的 鲸鱼机的进度 悬机来到动画事业部 部长杨森林的办公室 杨森林又在催问 他有没有新剧本 悬崖上的鲸鱼机 快要做好了 现在公司 就只有一部重施在做 该是时候 启动新项目了 怎么可能只有一部重施 你的 片子 就只有这一部 其他的不算 前一部寻梦环游记 成绩太好了 这让杨森林 不得不盯紧张探 没有项目 那是假的 真的意图是想把他拴住 以免他被其他公司挖走了 现在要挖张探的人 多了去了 都盯着他手里的新项目 别人都是拿着项目 费尽心思 说服制片公司 立项启动 而张探现在是制片厂 求着他尽快出本子 试个本子就行 甚至一个梗概就行 后续的剧情细节 可以再慢慢填充 甚至可以不用他自己填充 制片公司 自己找编剧小组来做都行 张探前几天 就接到了杨森林的电话 说起今天这事 所以此刻 他是有备而来 我这就是给你拿项目来的 张探说道 杨森林精神一震 高声问道 在哪里 他盯着张探的手盒包 想要看到剧本本子 别看了 没有本子 张探说 没有本子 对 没有本子 那也行 你口述 我找人记下来 杨森林想得特别贴心 你可以只给个创意 我找编剧 根据创意写出故事 你贵人是多 具体的工作就不麻烦你 最后给你审核把关便可 你觉得怎么样 张探不禁失笑道 听说现在拍戏 有演员不念台词 念ABCD 这种风气 不能传染到编剧圈子里 我要是只口述个创意 然后工作让其他人去做 那和念ABCD的演员有什么区别 你也别乱猜了 剧本是现成的 就是长安十二时辰 杨森林争了争 没听明白 张探解释说 长安十二时辰现在这么火 我打算把这部电视剧 改编为动漫 杨森林陈寅 看向张探 张探说 我是认真的 您想想是否可行 杨森林陈寅片刻吼说 倒不失是个好主意 但就是没有过先例 只有动漫改编为真人影视 没听说过真人影视改编为动漫的 不知道市场能不能接受张探给他解释 说服了他 但杨森林很谨慎 表示要找人论证 不能就这么定下 喜而生日翻外 小红马故事大会 要讲故事了 城城率先做好 小椅子围成了一圈 准备讲故事了 但是只想玩 不想干活 闺蜜团 吵吵闹闹 都没把他的话听在耳里 该干嘛 该干嘛 讲故事了 城城弱弱的又喊了一句 还是没人注意到他 不经沮丧不已 一个人呆坐住发呆 刘刘文言 气愤地说是嘟嘟的错 因为嘟嘟用英语骂了他 嘟嘟说没骂 他说的是我爱你呢 刘刘显然不相信 哪里有咬牙切齿地说 我爱你的 他那个爸爸对妈妈熟 我爱你都是要亲亲的 以为他不知道吗 哼 好家伙 他压得好家伙 快得老子做好 小白发飙了 小闺蜜们这才意识到 再不听话可能就要挨打 连忙找小椅子坐下 同时开始了抢椅子 刘刘一屁股 把嘟嘟挤掉在地上 害得嘟嘟别嘴差点哭了 喜儿扶他起来 让他坐自己的小椅子 那是靠近晨晨的位置 小郑正快来 喜儿招呼远处 眼巴巴往这边看的小媳妇 小媳妇怕怕地不敢过来 喜儿跑去把他牵了过来 想安排自己身边坐下 但是位置已经被留留坐了 而且没有位置了 喜儿重新搬了一把椅子来 让小郑正挂个脚 讲故事了 晨晨见大家坐好 主持会议 但是他镇不住场子 底下还是吵吵闹闹 该聊天的聊天 该做小动作的做小动作 诚诚拿眼睛看向小白 小白霍霍霍笑 忽然抽出一根鸡毛胆子 眼神不善地看向刘刘 嘟嘟 喜儿 圆圆 就这几个最闹腾 尤其是前面那两个小胖子 果然 鸡毛胆子一拿出来 底下就安静了 小白仰起鸡毛胆子 指着刘刘 把刘刘吓一跳 下意识地高举双手 小郑正满眼崇拜地看向小白 刘刘你先讲 小白说 刘刘猛劝了半赏 旁边的嘟嘟提醒他 哈哈哈哈 胖刘刘 小白让你讲故事呢 刘刘抓了抓 肥嘟嘟的小脸蛋 有点痒 我 我不会讲故事呢 小白 你会听故事吗 会会 那把你听得讲一讲 我不会讲故事呢 那你给老子爬开 你不能在这里听故事 刘刘大惊 好家伙 这是要开除他吗 他是万中无一的大刘刘啊 走不走 刘刘大怒 哼了一声 起身就走 忽然又坐下 呵呵笑 好冷压好冷压 有个小女孩卖炸弹 轰 把房子炸没了 完了 这是张老板讲给他听的 他觉得狠诈 他想成为那样的小女孩 小白 澄澄 小米 嘟嘟 喜儿 嗨嗨啊 渊源 小郑郑 阿特特特特特 流流 见小朋友们都在发呆 哈哈大笑 对身边的嘟嘟说 到胖嘟嘟讲故事了 胖嘟嘟你讲 嘟嘟 嘟嘟想耍赖 小白你看 你快拿鸡毛打他 流流告状 小白的鸡毛胆子指向了嘟嘟 嘟嘟嗨嗨了半天 最后憋出一句 小女孩炸的房子是我家的 音音音 小白 澄澄 小米 溜溜 喜儿 嗨嗨啊 渊源 小郑郑 阿特特特特特 嘟嘟见小朋友们都在发呆 得意的哈哈大笑 对身边的圆圆说 到圆圆了 圆圆你讲 圆圆是第一次参加他们的故事活动 不知道有这样的规矩 来之前没有准备故事 临时被抓拆 脑海里一团乱麻 支支吾吾 这回不用流流告状 小白已经第一时间举起了鸡毛胆子 他早想教训圆圆了 圆圆连忙说 卖炸弹的小女孩被张老板救活了 他可厉害了 小女孩长大了 嫁给了张老板小白 他心里已经把 小圆圆打了一百遍 诚诚 小米 嘟嘟 喜儿 嗨嗨啊 溜溜 小郑郑 阿特特特特 圆圆见小朋友们都在发呆 赶紧对身边的喜儿说 到喜儿了 喜儿你讲 喜儿 笑得停不下来 大家都傻傻地看住他 不知道他笑个啥 这有什么好笑的 这么差劲的故事呢 小米无奈道 你别笑了 你快别笑了 喜儿 喜儿不笑了 道 张老板喜欢小女孩的姐姐 众人猛圈 怎么卖炸弹的小女孩 突然多出来了一个姐姐呢 小白 他心里已经把喜儿 打了一百遍 诚诚 小米 嘟嘟 喜儿 嗨嗨啊 溜溜 渊源 小郑郑 阿特特特特塔 喜儿看向身边的小郑郑 小郑郑用水汪汪的无辜眼神回看他 于是喜儿跳过他 对小米说 小米讲故事了 小米早有准备 直接说 我要把张老板抓起来 小女孩不能嫁给他 喜儿说小女孩没有嫁给他 他喜欢的是小女孩的姐姐 小米就说 一个男生不能喜欢两个女孩子 抓起他来 小白在心里又想把小米教育教育 到诚诚了 诚诚正要讲故事 忽然小白把鸡毛胆子指向小郑郑 让小郑郑讲 小郑郑 阿特特特塔 他慌得要哭了 喜儿就帮他讲 张老板要被抓起来了 他就哭了 小白 算了 还是让诚诚讲故事吧 这群瓜娃子都是憨憨儿 诚诚总结道 小熊和小白兔是从小一起长大的好朋友 可是最近小熊感觉 自己好像有点喜欢小白兔 他直接重启 抛弃了卖炸弹的小女孩系列 因为太漏了 第752章曙光 12 杨森林找金兵强将对张探 关于将长安12时辰动漫化的提议 进行了论证 论证过程并非一帆风顺 大家讨论得很激烈 同意的和不同的几乎人数相当 最终问题又摆在了他的面前 由他拍板到底做还是不做 鉴于对张探的信任 以及长安12时辰影视剧的火爆程度 杨森林认为值得一试 于是最终拍板 把项目提交到了厂长办公会上 厂长办公会上同样讨论激烈 所持意见的人分为两派 杨森林费尽口舌 最终少数服从多数 长安12时辰动漫项目最终成立 杨森林把这个消息告诉张探 极力诉苦 说不提其他要求 指一个 那就是必须是张探亲自来改编 这部电视剧作品 别人他不放心 元旦节早已经过了 张探请漫画工作室的人一起聚了餐 但是影视公司的人 则难以聚在一起 大家分散在天南地北 有的在浦江 有的在北平 有的在越州 在各个剧组独当一面 平时难有机会回来 即便回来也很难大家相聚 最多是和张探见一见 聊聊工作 然后继续回到剧组 张探便只能一个剧组一个剧组走访 正好趁机了解一下各个剧组的进度 电影风声已经到了杀青阶段 计划是春节期间上映 张探在这个剧组待了一天 到了晚上请三位编剧吃饭 这个项目主导的编剧是张灵 另外两个年轻人帮他打下手 一个是赵灵 一个是许树飞 都是新人编剧 张探挖掘的 如今项目到了尾声 他们锻炼了这么久 成熟了许多 饭局尾声 四人吃饱喝足后 张探说起这个项目结束后 会有新项目 多的便没有说 许树飞和赵灵先走了 张探和张灵留下来 到旁边的茶馆喝茶 期间张探询问张灵 对许树飞和赵灵的看法 毕竟这两人是他带的 张灵不明所以 还以为是张探在考虑 是否要留下他们呢 于是说了不少好话 不是要开到他们 是我这里有个新项目 想找他们中一个来做 你觉得哪个合适 张探说道 张灵眼睛一亮 不由慎重了许多 毕竟可能他的回答 会关系到两个年轻人的 职业命运 能问问是什么项目吗 张灵问 张探没有隐瞒 告诉他是长安十二时辰 改编动漫 这个项目不仅要编剧跟组 就像现在的吴世影一样 而且需要编剧来编剧本 以前的剧本都是张探写好了的 其他编剧不需要操心太多 最多做一些细化工作 然而长安十二时辰动漫项目 必须由别人来全程操作 张探制把关 当然 其实也没那么难 毕竟电视剧已经出来了 剧本是现成的 只需要适当修改 张探说 张灵心想那是对你来说没那么难 对其他人 任何一个编剧都会压力巨大 毕竟长安十二时辰电视剧这么火 动漫项目如果改编的不好 少不了挨骂 许淑飞很有创意 点子多 脑子灵活 赵灵做事稳重 交办的事情渐渐有回音 很让人放心 张灵小心地说着 他没有直接说谁适合 只是把两人的特点告诉了张探 由张探自己选择 张探听完后 点点头 心里已经有了人选 和张灵再坐了一会儿 便回去了 刚到小红马 他给赵灵打电话 告诉他 想让他做长安十二时辰的动漫项目 询问他有没有信心 赵灵当时就猛了 听张探详细介绍这个项目后 呼吸重了许多 但却没有迫不及待答应 而是想了会儿 才说他有信心 有信心 那就明天到工作室来 我们具体聊聊 张探说完挂了电话 教室里 小郑郑正在抹眼泪 喜儿和小米在安慰他 给他擦眼泪 小白站在不远处 哀声叹气 一脸的烦躁 怎么了 张探询问小白 小白看了看他 小大人似的叹气道 我都不晓得 朗格苏另一边 和张探挂了电话的赵灵 神情镇定 但是面色飞红 内心的激动可见一般 只是他为人沉稳 说话做事都有进气 怎么了 他女朋友毛飞飞 对他十分了解 别人看不出来 他却能一眼看出 他男朋友内心很激动 刚才是你老板的电话 赵灵点点头说 谈了事情毛飞飞问道 不是刚一起吃饭吗 怎么还另外打电话 谈事情 什么事情 好事 赵灵脸带笑意 是好事 有个新项目 老板想让我单独负责 真的呀 毛飞飞惊喜道 不等赵灵回答 又问道 是什么项目 单独负责 你一个人 不是打副手吗 项目大嘛 赵灵感受着女朋友 为她高兴的心情 心情同样大好 说道 项目就是你天天在看的 长安十二时辰 项目肯定很大 编剧肯定也不止我一个 但老板电话里是说 我来主导长安十二时辰 这部剧都要播完了 哦 难道是第二部 赵灵打断她的想路飞飞 不是电视剧 不论是现在的长安十二时辰 还是这部剧的第二部 我现在都不可能单独负责 我说的是长安十二时辰的动漫项目 这部电视剧要改变为动漫了 浦江电影制片场已经立想毛飞飞愣了愣 尖叫住跳到赵灵身上 搂着她的脖子 在她脸上亲了好几下 骄傲地说 小灵子 你真棒 好好干 拿下这个项目 今年过年我们在跟爸妈提我们的事 他们一定会答应的他俩的恋情 没有得到毛飞飞父母的认可 赵灵出身农村 家庭条件很一般 和毛飞飞门不当户不对 差距太大 加上毛飞飞是独生女 她父母不想女儿远嫁 所以一直没有同意她俩在一起 好在两人感情坚挺 一直坚持到现在 如今赵灵事业有起色 留在浦江不成问题 两人的未来中线曙光 第753章分别22 小郑郑怎么了 怎么哭起来了 张探询问哀声叹气的小白 我都不晓得Lang个索敖虽然不知道怎么说 但最后还是说清楚了 其实就是小郑郑的爸爸妈妈吵架了 还差点打起来 就在小红马学员的门口 还有这样的事 张探询问黄姨 黄姨当时在场 说两口子确实吵得很凶 小郑郑的妈妈说要离婚 她爸爸不同意 两人吵闹 差点动手 是她和老李把人分开的 小郑郑被吓哭了 张探探生气 为什么我们小红马学员里的孩子 大部分家庭都有问题 她是感叹 而并非询问 其实她知道 来这里的孩子 大多家庭不怎么健全 她看到黄衣桌子上有根棒棒糖 拿了走 我去看看小郑郑 小郑郑坐在小凳子上抹眼泪 喜儿和小米的安慰没起什么作用 本来眼泪就多的小人 这会儿更是哭成了泪人 但是她的哭是光流眼泪不出声的那种 受了委屈的小媳妇似的 让人看得心疼 和刘刘截然相反 刘刘哭的时候 让人恨不得掐她两把 让她别光打泪不下雨 动点真格的事实 小满老师和小圆老师就在不远处 他们刚才已经去劝过了 但是小姑娘不听他们的 还不如喜儿 小米管用呢 张探上前 蹲在小郑郑身前 看住她的小脸 拿纸巾给她擦了擦 看你哭成小花猫了 擦一擦 擦干净了我们吃根棒棒糖 小郑郑哭咽了 没有避开张探 任由她给擦小脸 小郑郑的小脸是真的小 比小白的小 毕竟年纪更小嘛 她低住头 不敢看张探 但并不抵触她 擦了小脸 张探把棒棒糖交给小郑郑 忽然感觉到身边一道光 是喜儿 喜儿被捉到 尬笑道 嗨嗨啊 我去玩了 跑了 棒棒糖 包开 小郑郑把棒棒糖 交还给张探 张探还以为她不要呢 原来是让帮包开糖衣 小白靠了过来 这个小媳妇 当她是摆设嘛 刮娃子没有一个 让她省心的 晚上九点多 小郑郑的爸爸 郑有明来了 大冷天的 站在小红马外面抽烟 也不申请进来 老李担心 她是来守 小郑郑的妈妈 潘香仪的 一边给她茶喝 一边劝她想开点 或许是她的 劝说了作用 郑有明 待了半个小时就走了 刚好和来接小米的 丁家敏相遇 丁家敏不认识她 但和她点了点头 反倒是郑有明 见到穿警服的她时 吓了一跳 嘴里的烟都掉了 怎么了 丁家敏问道 目光习惯性地带着审视 没事没事 呵呵 我是小 弟爸爸 郑有明紧紧外套 护着寒气 匆匆走了 丁家敏的目光 紧紧跟住郑有明 进入小红马时 询问老李 刚才那是谁 老李告诉她 是学员里 一个小孩子的爸爸 丁家敏这才没在惦记 进入学员 接走了小米 小郑正这碗 哭得惨兮兮的 第二天白天 小白也哭得惨兮兮的 因为舅妈要走了 马兰花要去深城 替换亲家 帮忙照顾小小白 元旦前一段时间 她回来后 在浦江待了将近一个月 而深城她儿子那边 由儿媳妇的妈妈 在照顾 这阵子她亲家要回去了 所以轮到她了 拉着我住啥子嘛 放手 马兰花烦躁地 让小白快点松手 这刮娃子 拉着她的裤子不放 裤子都要拉掉了 要不是她老汉在 她早掰开了 走廊另一头 喜儿趴在自家门檐上 往这边探头探脑 时不时朝雾里的 谭景儿汇报进展 小白哭唧唧地说 你莫要走塞 你在这里不好吗 好好玩哦 舅舅多爱你熬 白健平脸色不大对劲 瞄了一眼张叹 连忙摆手说 哎呀你看错了小白 啥子爱不爱的 我和你舅妈是亲兄弟熬 马兰花立刻骂倒 你给老子爬开 白健平善善地离开 嘀咕说 兄我住啥子嘛 你就爱舅妈妈 小白大声说 你们都轻轻地 这回不光是白健平 就连马兰花都红住脸发飙了 瓜娃子 你乱说啥子 放手 给老子放手 我要走牢 张叹带得尴尬 磨蹭到远处去了 让他们先处理好 他只负责接小白 忽然看到喜儿 在走廊那边朝他招手 走过去 听他说 张老板 你劝劝小白嘛 小白都哭了这么久了 劝不了的 你以后精力了 就会知道的 张叹说 我喜儿似懂非懂的 朝屋里挥手 姐姐 姐姐快来 我帮你把张老板 喊来了屋里 正在做家务的 谈锦儿大酒 锦儿上午休息嘛 张叹出现在门口 主动朝他打招呼 笨 笨笨另一边 还在上演生理死别 走牢走牢 放手 马兰花催促道 你莫要走嘛 我再也不骂你了 好不好嘛 小白恳求道 马兰花美好气地说 我谢谢你哦 你不骂我了 我就留下来 我好廉价哦 快放手 火车车要开走牢 开走了好 锤子 老白 快把小白弄走 老子火都起来了 马兰花担心自己 要控制不住那暴脾气 拎起小白揍一顿 拉着他快半个小时了 原先他还有些感动的 现在只剩下烦躁 觉得刮娃子真是烦人 马兰花最终脱身走了 小白追在身后 下了楼 边哭边大喊 舅妈你莫要走了 刚转弯 消失在小巷子里的 马兰花怒道 老子又不是要死牢 喊啥子喊 于是他又转了回来 小白见他去而复返 匆匆追上来 一把抱住他的大腿 舅妈你莫走 你走了 舅舅不做茫茫呢 白剑平伸冤 说他从来没有不做饭 是某个瓜娃子在栽赃 喜儿趴在自家窗户前 往下看 继续向谭景儿 汇报进展 说小白又抓住了他舅妈 姐姐 我要去安慰小白嘛 等等吧 谭景儿说 我去找张老板玩好不好 人家张老板 才不和你玩呢 他有好多事 你别烦他 我 姐姐 小白和舅妈抱在一起了 怎么呢 不是走了吗 又回来了 喜儿趴在窗前 继续观看 楼下老马和小白 上演的一出苦情迹 巷子里 马兰花叹息一声 蹲下来和小白说了会儿心里话 才说服小白放手 道别离开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